男子全身嗜血 從大樓裡被抬了出來 沒多久他逐漸失去意識 救護員緊急對他實施CPR 但送醫搶救後還是回天乏術 原來稍早前他遭到妻子殺害 命案現場留下大片血跡 令人看了 觸目驚心 這一對三十多歲的夫妻 婚後育有益子 但兩人時常爭執 一百零四年一百零九年 都曾因為言語衝突 通報相關單位 這回疑似丈夫日前物品弄丟 發生爭吵還出言恐嚇 十六號太太遺棄之下 拿熱水潑灑 因為遭到反擊 一時情緒失控 齒刀行凶 丈夫遇害之後 奪門而出大喊救命 但傷勢過重 送醫選告不治 的王姓妻子 送地檢署檢察官來指揮偵辦 那兩次之後 其實他後來就沒有通報表進來了 當你遇到家庭暴力的事件的時候 不用擔心 就勇敢的走出來 社會局會有提供一些 批夫安置的服務 嫌犯被捕後 坦承真的對丈夫忍無可忍了 才會痛下毒手 詳細的犯案動機 警方也都持續調查 不過社會局也表示 如果遇到家庭暴力危機 務必設法離開現場 迴避衝突 另外若是需要婚姻諮商 或是心理輔導 都可撥打專件 專人協助 別讓衝動釀成無法 挽回的悲劇 華爾新聞台南 總和報導 受到家庭暴力的事件 遇到家庭暴力的事件 不足 不足 並無法 啟動